這個範例我沒有講過 它主要就是說 這個範例裡面的比對兩個範圍 就是兩個範圍相比較之後 如果另外一個範圍裡面有我這個條件的話 那就算出來就1啦 conif就是1 那反之就0 有就是1沒有就0 OK 那利用篩選的方式留下1 然後就把它塗顏色 最後看到的結果就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不用寫任何的VBA程式 當然如果未來你希望寫VBA程式 那你有些不會寫沒關係 我講過你可以用錄資聚集的方法 還有印象 這個這題前面有講過 如果忘記的話 請回頭看 不知道第幾週 回去再看一下 一定有這個影片 或者是說在雲南白板裡面有這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就是先把 要找的先找conif 然後呢再把它塗顏色 最後展開就是我們要的 當然呢你也可以用那個錄資聚集的方法 把它錄下來 程式 OK 每一個上面我都有加註解 所以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那如果 那延伸的話呢 請各位一樣開啟類似的題目 在那個 我們的黑名單篩選裡面 打開之後的話 那這一題大概講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題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每天都要找很多的黑名單 那黑名單的話呢第一個就是在這裡 黑名單 那他們的黑名單總共 Ctrl向下 你會發現了總共有至少兩萬多個黑名單 不過他好像有提到說可能不只這些 他只有 因為他每天有一堆的黑名單 他要去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 黑名單有的話呢 把那些黑名單找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那就不用去理會他了 第一個 所以他把黑名單的工作表放在這一個 那查詢名單是要查 要查的 所以切過來看一下 要查 那查的話呢 這邊呢我想知道什麼 Ctrl向下 不過這裡其實不只 底下還有沒有 我故意在1000中間加一個 空白 儲存格 因為底下還有 我們可能不用做那麼多 他總共好像給多少個 5000多個吧 我記得好像他還有更多 他每天光找這個的話他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呢其實如果你懂得利用 那個 所謂的 康義福的話 那這一件事情就會變得很簡單 因為我希望怎麼樣 在 這個 這個名稱有沒有 我希望去找一下黑名單有沒有存在 有的話告訴我他存在 沒有的話呢 就顯示為0 有的話是1 沒有是0 OK 那要怎麼做 1 你可以 游標放這邊 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什麼呢 統計裡面的那個 康義福 或者最近使用過的康義福 OK 然後呢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嘛 那你想要搞清楚兩個問題的話 你的 將來 你要 然後 去 比對兩個範圍 就會 非常的簡單 第1個指的是 Range OK 這個Range 基本上指的就是 你要去查的那個範圍在哪裡 第2個 Criteria 是你要 比對的那個 資料在哪裡 那這個 Criteria 通常是一個 Range 是很多 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的這個黑名 這個 Email 在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丟到 Criteria Range的話呢指的就是什麼 黑名單 所以呢我選的方法 E 先告訴他說 喔 你幫我查一下這個 Email信箱 在黑名單裡面有沒有出現 所以 Range 點一下黑名單 那當然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E 油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那你千萬不要像之前有同學是這樣的 他選第一個 一直選 這樣一直拉 OK OK 那因為有2萬多筆 所以你這個手不能放 你一放呢 那就 會怎麼又要重來一遍 對不對 而且 2萬多個你會發現現在才200多 那要等多久呢 OK 而且喔 你還要聚精會神 為什麼 因為如果2萬多到的時候 你要趕快停下來 不然呢他又過頭了 過頭之後又要拉回去拉來拉去 對不對 這個應該 我看蠻多人都有這種經驗的啦 不過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千萬以後不要再這樣做 因為喔 一看就知道你真的不會用Excel Excel不是這樣跟你用的啦 所以喔 很多人這樣用啊 難怪永遠事情做不完 而且很累吧 對不對 正確做法應該是怎麼樣 我前面有講過吧 1 請你優標放這邊 2的話呢 把這個 Range 切到黑名單 優標放這邊之後 請你按什麼 Ctrl Shift 向下 選好了 OK 這樣應該簡單多了吧 OK 這一招一定要學會啦 不然的話 其實很多地方 Ctrl 向下或向右 一下就搞定了 但是很多人不會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很直覺的動作 在 有些人喔 不會 你就會覺得好像好奇妙 怎麼解決了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如果你懂得善用Excel 他會使你非常好的好朋友 而且他會幫助你非常多 你會覺得他實在太可愛了 每天的有他真好 因為他所有事情都幫你搞定了 喔 而不是說你好像一想到Excel 你就頭大 有些功能怎麼做什麼 其實沒有那麼麻煩啦 所以記得喔 Ctrl Shift向下 第二個Criteria 點下去 條件是什麼 就是他 你在那裡面找找看 所以你會發現喔 上面是一個什麼呢 大瓜糊 是一個Range 一個Array 其實是一個 Array 正列 那這個正列裡面呢 將中間加豆點 或分號 他幫你分開 一個一個對 那底下這個他幫你一個一個找 找 那會比對嘛 如果找到 他幫你加1 加1 加1 如果找到幾個 如果東比找到回來就0 那你會發現他找到幾個 找到一個 表示這個範圍裡面呢 他找到有 一樣的 有一個 OK按確定 那其他的話就向下填滿 那他就全部幫你比對完畢了 OK 也就是說 他會在 1000 這個大概1000個 要找的黑名單 去幫你在20000多筆裡面 做比對 瞬間就比完了 那你只要怎麼樣呢 留下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 B1上面點一下 用篩選 把什麼呢 把1的部分留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那再來你可以把游標放在 A2這個範圍 然後呢 Ctrl Shift向下 在Ctrl C 把它切到查詢結果裡面 就可以做貼上了 這樣子 事情就搞定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呢 兩個範圍之內 比對啦 Counter也不是太好用了 另外的話請你配合 大範圍選取 Ctrl Shift向下 OK這個一定要學會 因為如果你沒有學會的話 那第二個當然如果你想說 如果把它恢復回來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除了說你可以用那個 我們選取黑名單 Ctrl Shift向下之外 其實第二個方法 你也可能 我建議啦 你可以換另外一個方法 假設我這邊 如果我不用剛剛的那個 Ctrl Shift向下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是把黑名單 這個範圍 預先建立一個 名稱 以後用 F3 存取這個範圍 也可以 以後用一個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 使用方法1 所以 第二種方法 這個方法呢 如果你這個範圍會經常使用的話 那我是建議 一定要把它建一個名稱 以後配合F3 去存取這個範圍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 你不懂這個技巧 光每次要找範圍 你就頭痛了 但是如果你這個名稱定義好 比如說我黑名單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 1 請你 一樣 油標放A1 Ctrl Shift向下 2的話呢 點到公式 裡面有一個從選取範圍建立 那我的名稱在頂端列 所以把頂端列打勾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在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就會產生一個黑名單 他的名稱 有沒有 跟他的範圍 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以後呢 我可以用黑名單這三個字 來代替這個範圍 你可以自己打字 如果你不想打字呢 你可以用 F3 用選的 都OK OK所以以後 反正你打黑名單就表示那個範圍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們試一下 按關閉 剛剛的方法 方法2有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範圍 如果我不用剛剛的方法 你可以打黑名單三個字 如果你更懶惰的話 記得F3 F3有沒有發現 跳一個名 名稱出來 這個方法非常重要 因為有點像 把那個 Excel拿來當 資料庫 這個 因為資料庫 現在都一定是 關聯式資料庫 那所謂的關聯式資料庫 就是你的對照表 參照表 都在另外一個 資料表 那 透過對照的方法 那這個有點像那個 那個那個概念 那我們怎麼樣呢 把 這個工作表 去把它參照到 在黑名單按確定 那以後的話呢 這個就對照 一樣嘛 結果 所以你把按確定呢 結果呢 向下填滿 也OK 只是說呢 你會發現 它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範圍 變成有意義的名稱 一看就知道了 第二個的話呢 公式的可閱讀性 也增加了 因為以前是什麼 哪個工作表 驚嘆號 哪個範圍到哪個範圍 那有時候你就頭痛了 因為 那個範圍到範圍 有時候公式很長 而且其實你也不確定在哪裡 那常常會搞混 所以用名稱來代替的話 相對你公式的可閱讀性 你就增加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黑名單篩選 一把打開 二的話呢 請試兩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就切到這邊來 切到黑名單裡面 然後優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OK 不過因為我已經定義好一個名稱 它自動把它轉成黑名單 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用什麼 F3 不過前提是你必須要先建好那個名稱 OK來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就是 做完 查詢的結果之後 再利用那個篩選 把E的部分留下來 再把那個 E的 左邊的那些範圍的資料 Ctrl Shift向下 複製 C 貼到那個查詢結果 那基本上我們 就已經把這個工作做完了 所以這個同學他每天 像以往他 有一堆的 黑名單的工作要查詢 他每天光 花在這部分的時間 就非常的多 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之後 哇他的工作就變簡單了 相對的 時間 工作的時間也變少了 OK 所以剩下很多時間 他就說 他就又可以再來練習VBA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像同學就多很多時間 提升自己的技能 然後正向的工作的效率又再更加提升了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正向循環 如果 而且你會發現 工作起來也比較有 有那種成就感 兩下子就做完了 感覺起來 真的那種 從他的表情言談之間 就完全是不一樣 以前每天都愁眉苦臉 後來現在感覺好像 每天都非常的愉快 因為 我說 時間其實就變多了 所以他又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做很多他想要學習的東西 OK 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黑名單篩選的範例